大家看今晚爱心的华董 林秀英努师说是新港区的祖山寺 一日期间总共是来接生10万名的女儿 后来又来冲立到中兴何李子家 照顾在地中博 她一世人立心公业六千赫兮 今天为了要来完成到母亲的委员 这和再起是她母亲的名 观众一台高兴救护车和中华官的小方教 用实质行动做好兄弟 林秀英努师是新港区很出名的祖山寺 在这期间总共这世总共1万名的女儿 虽然生有入下降 人口都发定社会恩本 也也创立长生给你资格 来照顾在地中博 既然是世为了完成她的委员 七合胜后关键一台 各地配合十二桌顶 先等到她的救护车和新港消防分队 以消防区救灾救护物行业 充满身 我们的孩子们也秉持着妈妈过去长期做公益 所以也分别在我们的国中国小 以及相关的庙宇做了非常多的捐赠 特别也把265万的金贝来捐赠给我们深港分队 一台福斯高等级的一个救护车 这里面也包含了十二岛城的一个救护系统 实际上这个系统非常重要 在这段时间来帮助了134位我们心肌梗塞的民众 都能够获得重生 因为妈妈生前她就是一个非常喜欢照顾乡民 那在我们乡村里也接生了上万个婴儿 所以她跟我们的乡民有很大的缘分 那妈妈希望在她生平能够捐赠一台救护车 来给我们深港乡去做使用 在红庆当初中之外 从小时就看到妈妈内心照顾新港的乡亲 很多行申志气 让她印象很亲戚 所以跟大乡跟大乡的共同国地 要做妈妈的爱继续团不出去 让大家在既然发生的时候 可以收到最完善的照顾 就像华西闻亚风吴 新港彩虹报道